现在最火的一部剧莫过于庆余年 相信很多人已经看过这部剧或者正在追剧 今天星光复读机就来为你说说这部剧的幕后故事 欢迎订阅我们 了解最新有深度的文化娱乐动向 看庆余年 你不得不佩服随着剧情的发展 各种新的人物登场 这种内心的期待是一层一层被唤醒的 一开始你以为这是一部历史证据 但其实它却是一部穿越神剧 咱这陛下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历史什么意思 这部剧凭什么就这样火了呢 要知道一部好剧离不开原著 编剧剧情演员 我们先来说原著 庆余年的原著来头可不小 庆余年原著作者名叫猫腻 本名小峰 是在网文界和主流文学界都受到高度认可的作家 被认为是最具经典性的网络文学作家 猫腻从2007年 开始在起点中文网发表庆余年 长期霸占月榜的前几名 属于起点中文网很有热度的作品 庆余年一共七卷四百万字 是一个结构宏大的故事 猫腻的作品 这几年是影视改编的抢手货 他的很多作品都被抢着改成电视剧 像是则天际 也是猫腻的同名小说 庆余年被改编成电视剧 剧名人物的名字都没有改 于是达康书记吴刚扮演的计谋大师叫陈平平 郭麒麟饰演的富二代范思哲 直接和某奢侈品牌同名 张若云扮演的男主叫范贤 他的养父叫范健 余蓉光扮演的角色叫肖恩 大家都怀疑猫腻给角色起名的时候 正在陪孩子看动画片 最过分的是还有一个侍卫叫高达 这些都是男性角色的名字 而女性角色的基本上都采用了ABB的结构 范思哲的妹妹叫范若若 范贤的美业女徒弟叫斯里里 辛之磊饰演的北齐圣女叫海棠朵朵 北齐的女皇帝叫詹豆豆 整部剧中名字最正常的只有肖战饰演的颜冰云了 庆余年好看 第二个关键人物是这部剧的编剧王隽 王隽是学设计出身 从小喜欢文学 后来成为一名编剧 据说他改编或是编剧的每一部都是经典制作 王隽编剧的特点是第一不拿观众当傻子 第二特别喜欢写反转 这个戏震动就在于王隽老师把猫腻老师的这些人做得更活了 那我来讲的话把他们注入了更多的一些学业 庆余年的小说是穿越架空 光是穿越就很难过审 王隽巧妙的改编 剧情成为一个大学生在写一本小说 小说的主题是现代人的思想 是如何影响古代的 庆余年就是这个小说里写的故事 瞬间就绕开了穿越架空不好过审的障碍 成功上路还丝毫不影响观众理解看剧 王隽给剧中很多人物加了戏 让人物更加丰满 郭麒麟扮演的范家小儿子范思哲 这个角色本来在小说里是个反面角色 王隽江范思哲 改写成帝主家傻儿子的单萌形象 看似横行霸道 实则心思单纯 一心只爱钱 发现商机时 能立即化身为数学天才 这个角色也被郭麒麟演得有超高人气 刚才看了仔细 买这书的人极多 一卷就能卖八两年子的 看着书 挺像极其一般 印刷纸板加的一块也就三千两分不到 五百两年 每来一本书 咱们就能净算七两 八分刚才成功功夫 就卖出了八九本 一百本书 咱们就能赚七百六十八两 空着好时间 十五天出医院 那都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两 暴力也半天 你去都总算转 这还用算吗 王隽写的台词也超级搞笑 原著小说的沉重和灰暗在剧中被淡化 有些对话写得让人会心一笑 和一般躲在幕后的编剧不同 王隽因为超高人气 还会到台前营业和粉丝互动频繁 希望这样的好编剧 能和观众走得更近 更了解观众 第三个给庆云年保驾护航的重要因素 是这部戏中的老戏骨 比如扮演清帝的陈道明 很多人知道由陈道明扮演清帝就已经说稳了稳了 据说原著作者猫腻在写书的时候 心里就是想着陈道明的形象写的庆帝 但是陈道明是沟通时间最长的演员 今年已经64岁的陈道明已经很少演戏 再加上他演过历史证据中的末代皇帝 康熙大帝等很多帝王形象 其会轻易答应演穿越架空小说中的庆帝 一直拿庆帝和其他皇帝有什么不同 这个问题 折磨力劝他加盟的制片方 不过好在 陈道明老师没有错过这个角色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层级极其丰富的庆帝 扮演陈平平的吴刚 也不是顺利定下的演员 原因是吴刚从来没有演过太监 第四个因素就是这部剧的男主张若云了 一直伴火不火的张若云 这次终于走上了自己演艺生涯的巅峰 张若云最早演的戏 基本都是他父亲张剑当导演或者投资的戏 所以很多人说 张若云是凭借着自己父亲的关系 才慢慢活起来的 但是一个演员能不能得到大众的喜爱 他自身的魅力以及实力 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原因 客观地说 张若云的外形条件不错 戏也很好 聪明又有灵气 庆云年终的名场面 朝堂会师 他驾驭得也非常好了 三 二 一 开始 寻不见黄河之水接上来 分流掌台不复回 朝堂一锦碑白发 朝族青丝木成雪 与生隔一屈尽弯 莫使经尊空对月 谁说我梦力 只背了一手 来 莫来 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 对你挑灯看见 梦飞 吹脚连营 沙场 秋点兵 庆云年拍摄前 一开始的候选人 也不是张若云 张若云是拿着 对角色理解的分析文章 像制片方毛遂自荐 张若云说 为什么大家都叫范贤 小范大人 既不叫范大人 也不叫小范 这四个字就说明他的人设 看得出张若云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没少揣摩 他们要动手就得伤害你 说明不是以你为尊 他们要不动手 那就是不听你的命令 你看 自相矛盾了吧 此外 庆云年还有很多成功出圈的配角 最成功的是郭麒麟扮演的范思哲 原著中范思哲是一个胖子 角色也不重要 剧组一直约郭麒麟 但是他的档器不能敲定 制片方想不行找个胖子来演也行 好在制片方念念不忘郭麒麟 因为庆云年还在小说的时候 就是男性读者为主 电视剧不能拍成只有男性观众看 必须要有能圈粉的神秘嘉宾 郭麒麟是相声演员 又自带幽默 正是这部剧需要的 终于开机前一个月 郭麒麟确定出演 如果因为档器错过 我们就看不到这么可爱的范家小少爷了 动不过动不过 扮演颜冰云的肖战 在拍庆云年的时候 还没有现在这么红 颜冰云在剧中体弱多病 所以肖战的扮相也是纯色苍白的样子 肖战的这个角色标标准准是个小配角 据说肖战的戏份一共只有几天 由于同期拍摄的陈情令先于庆云年播出 肖战在2019年下半年大火 所以他在庆云年中的角色也备受关注 这段戏的核心是 用力羞辱他 不能让他再来了 就是这个 你特别干净一公子 突然变成一个眼 我男士不懂的人 我可以答应你 若想跟我亲近 Oh No 小范贤由韩浩玲扮演 他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十岁组演员里 演技最好的一位 童年的范贤虽然是个孩子 但是脑袋是现代思维的 韩浩玲轻松掌握这个人设 庆云年中抢戏的配角比比皆是 再例如甜语扮演的王启年 爱启年如做 大人才是人中之类的惠败 请 王某对军早已牺牲前 大人这串冰糖葫芦红润 绝非俗 就这样的冰糖葫芦 才会成绩 冰糖葫芦 大人这才果然是惊世害死的 王某被大人超传智慧 震撼 这种话以后可以多说 最花精力拍摄的武打戏 也被大幅删减 据说藤子金和范贤大战城拘束的名场面 最初剪出来49分钟 最后就呈现了13分钟 庆云年原来拍摄了52集 2019年3月剪辑出来 缩短到48集 最终 这部剧是46集和尽量把聚集拉长 给聚集注水的灌场做法相比 庆云年算得上是良心剧作 剧还没有播完 关于初第二季的呼声已经很高 而且这个消息也得到了证实 相信有猫腻援助的宏大结构的支撑 加上神奇的编剧王卷 众多实力演员 第二季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